这是全美童子军大露营 每天早上的升旗仪式 简单而庄严 这个四年一度的盛会 今年连续第六次 在维吉尼亚州的西尔陆军军营举行 来自美国各地 以及全球25个国家的 32,000多名童子军代表 在7月底将近摄氏40度的气温下 聚集在这个历史性的地点 进行学习交流 童子军运动早在20世纪初期 由英国人贝登·鲍威尔爵士创立 推动勇敢正义与助人为乐的精神 30年代 童子军运动在美国加根 至今已经举行过15次大会 盗会的童子军与童子军领袖超过60万人 我们想教导孩子 透过他们所做的各种事情来培养品格 通过有趣活动来教导他们 是童子军活动的一项基本功能 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服务青少年的最大组织 美国成年男性的人口中 有一半都曾经以某种形式参加过童子军的活动 不错 现任副总统切尼曾经在怀尔明州参加过童子军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曾经是伊利诺州的雄鹰童子军的议员 而布什总统小时候 在德州也参加过童子军的小狼队 出席这次童子军大会 让我对国家的未来抱有很大的信心 近百年来 童子军为履行对上帝与国家的职责 定下了高标准 数以百万的美国人都曾经向童子军宣誓 为我的荣誉尽我所能 这样代代相传 童子军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美好 为期十天的大会里 青少年们会身体力行 参加各个营地主办的活动 提升自己对德 智 体 群的交流和认知 还有 在每一个营地完成了训练后 学员都会得到一个不勋章 从风凡到天文学 从野外定向到烹饪 零零总总 是每一个童子军都引以为傲的标志 这是一个体验残障疾苦的营地 透过单臂射箭 盲人棒球 轮椅篮球 用拐杖爬楼梯 和过独木桥等活动 参与的童子军可以亲身了解到 残疾人在生活上的不便 这两名少年正在努力学习 如何使用早期拓荒者的工具来制造一个木锤 在这里 他们教你在不同群长的情况下 所需要的各种技能 作为童子军 你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像纽约 奥克拉荷马等等 科学营地为童子军提供了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从花草树木到鸟兽鱼虫 导师们都会针对好奇学员所提出的各样问题一一作答 我想他们学到的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害怕这些动物 除非生命受到了威胁 否则他们是不会乱咬人的 现在你看到他手上的阔纹蛇 他并不会咬人 而且还很喜欢和你玩 合作与服从命令是踏足社会不能忽视的先决条件 这批年龄从12岁到17岁不等的童子军 就正在尝试分工合作 利用刚从导师那里学到的滑轮杠杆原理来搬运一根树干 所有在这里学到的技能 直到有需要之前 你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用到 不过有备无患 早一点知道总是比较好的 大会特定的QBSA广播电台正在赠送飞碟引起了一阵骚动 控制室里是两位年轻的主持 从工程到选举 从编辑到播报 做起来有版有演 非常专业 以下是一则注意事项 露营参加者与大会工作人员离场时 要遵守不同的程序 露营参加者可以在今天下午4点 到停车场领取你们的车 在炎热的夏天里 大会也特别安排了多种水上活动 为各营的童子军降温解暑 有钓鱼 滑艇 还有其他运动各式各样 不过当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要算潜水了 大卫蒙特罗尼博士是来自新泽西州 克里夫顿一所小学的校长 也是一名雄鹰童子军成员 他在这次大会里担任潜水教练 不管你在童子军露营地的哪里 你都有权来试一下水废潜水和徒手潜水 青少年们在这里都乐不可知 是全场最受欢迎的地方 自1970年起 我就是一名雄鹰童子军了 我的儿子现在也是一名资深童子军 希望他能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志愿服务 这里所有人都是志愿的 是个难得的机会 来这里的时候 250名潜水工作人员中 我一个都不认识 现在每一个都是朋友了 感觉真好 日行一善 路不时宜 是每一个童子军都要遵守的信条 从营地失误招领处的物品中 我们可见一般 送到这里的遗失物品 除了一般的东西外 也有价值不菲的数码相机 全球定位仪 MP3播放机 信用卡 还有现金等等 一时之间让人觉得 遥不可及的大同世界 突然出现了在你面前 今天是这次全美童子军 大露营的最后一天 来自各地的大队伍 都正在准备收拾行装 对这批活泼可爱的青少年来说 那些既像游戏 又像课程的训练营 不但为他们在炎炎夏日里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也潜移默化地 为这批未来社会 各行各业的尖兵 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 美国之音记者莫甘生 陈伯瑞 在维吉尼亚州的采访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